我還記得借錢給人買電視的帳號嗎? 我有說過嗎? 我還記得借錢給人買電視的帳號嗎? 我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借錢給人買電視的帳號嗎? 想起就扯火了 這位兄弟真的厲害 肯定聽到我幾年前說的 可能有兩年前 那件事還沒收回 很遺憾 收了 分剪片還 我想還了 計算一下 50%左右 什麼數都大 還了50% 極少,九牛一毛 每次承諾會還會還 拖一下拖一下 有時還會說 我今個月賺到錢 怎樣怎樣怎樣 但賺完就不會還給我 或者怎樣 然後他又會說 我還了錢給其他人 一聽這些我就更不火 聽來 比更新消息更差 有人說什麼好小器 你試試借錢給人 別人借錢不還 下次你借給我 說小器 我現在記下你 這些 X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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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錢給我 我小器那些全部借錢給我 我就不還 當然你們就不還 因為如果你一追我 我就會點出來 等其他人說你小器 神經病 你這樣說銀行追債 即是銀行借貸款 當然你不還 然後你說 哇 那麼小器啊 借你幾百粒買房子 在這裡追追債 神經病 神經病 有債有還 真君子 對嗎 就不應該 就不是說什麼 什麼 叫人還錢 就是什麼小器 神經病 有沒有人記得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我說借錢什麼 買電視是什麼 話說呢 早幾年 我就 有個朋友 不知道是在手頭緊 還是怎樣 就是 仇眉苦臉 他問我借錢 我當時就 以話不說 立刻說好 借多少 如果數不大 幫到就幫 立刻借 立刻過數 後來就知道 他就不知道 做兵 去買電視給女兒 然後 那個人已經經常 進貢給娘娘 經常做很多 然後 一聽到這個 已經火了 正常 我打算借錢給他 有什麼緊要事 急事 周轉不靈 我就會覺得借很應該 幫朋友 老死 沒所謂 原來是 去買電視給娘娘 馬上火 也會覺得 馬上火 會覺得 買電視給人 不是問題 如果你拿自己的錢去買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真的 借 兄弟的錢 走去 進貢給娘娘 我就覺得 是很可恥 你自己給錢 沒有人管 沒有所謂的自由 你喜歡就可以 我沒有權 管 與我無關 問題是 你要借我錢 進貢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為何我要幫你 進貢 去哄你的娘娘 為什麼 又不是我女朋友 又說 健衣BB 我小鬼 我做什麼 要付錢 對 又說 找真賭 找同生金馬 幫我收回 這些是很難收的 總之你是很煩 通常這些 人們就是這樣說 所以如果你們借錢 同學借什麼 20元 你可以借一下 這些是好 但是數目 最好 最好 你自己也不要問朋友借 最好 除非你真的有急事 這些是搞不定 你看情況 如果你是會還 就最好 對吧 好 小心 借錢這些問題 很複雜 好 黃子華好像有說過 借錢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什麼 就是朋友 問你借錢的時候 就好像地球自傳 一樣 就一天 就想搞到手 就是地球轉一天 很簡單 對吧 那到借到手之後 又要還錢的時候 是怎樣 就變了好像地球公轉 就變成要環繞三百六十五天 這樣才能搞得到手 也未必可以 他說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還錢 好像也有這樣說過 黃子華 也有說過這些問題 好 來吧 這個後抽 給他上去 我認識 你有多少人試過借錢給別人 我肯定我的經驗是比你多 有說 這樣也好意思 問人家借錢 不知道怎樣教兒子 那你將來就好 你自己知道 你們不會教育你們的小朋友 就知道 就不會亂借 那些 以前我和黃九都會借 都是借小數目 都是有借有還 如果你是肝膽相照 有借有還 就沒什麼問題 我幾次和朋友吃飯 給了錢 然後別人又不給你 有些人會這樣 就這樣 這就是要自己聰明 有時候 如果你聘請人 別人不懂聘請你 沒有珍惜你的善意 濫用的時候 你就自己要警覺 有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你最好 有機會就不要借給別人 別人問你借 看情況 自己要聰明 不要 容易要學會 叫不好 好像那些廣告 要說不 別人問你借 你不想借 你就不借 你手頭 你自己也要顧自己 難道你自己一元都沒有 還要去借給別人 對吧 那你要自己留意 試試 因為說借10萬給別人 周轉生意 你也算不錯 10萬 一個很大的數目 追 看看怎樣 靠你 這個瘋子 可惜 差一點 10萬你肯定很難聚 有些人 有些人 你可以看得出他有沒有還錢 那個 意獄 那些是怎樣的 如果你看到他借錢後 他會 定時定後 很準的 每個月 答應 什麼時候幾號 還 每個月 我會分期還給你 講得很仔細 而且真的做到 通常 至少半年 他還得很準確 應該都會還 如果你看到 整天 斷斷續續 數目 不整齊 就是說 今個月 還 還500 下個月 還1000 再下個月 又變成300 那些 通常 沒有美飛桃 你知道 就會不斷 不斷 不斷 或是怎樣 而且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還看到那些人 就 呃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錢 如果你還看到 他不斷貼 那些 游山換水 就是 你現在有Facebook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借錢的人 是這麼瘋 還敢 自己 什麼 今天去哪裏 旅行 就是貼這些 那就 慘了 這些傢伙就是有錢 第一時間 先益自己 自己梳乾 肯定不會記住 我還在欠人 點點點點點 你怎麼看 小時候借了兩元給朋友買媽媽 到現在還沒說過20秒 我不開心 我早前看到一個貼文說 經常有人問他借紙巾 高燈的貼文說 有人問他借紙巾 然後經常借完不還很生氣 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那個貼文說 記得問他下次借紙巾的時候 就問他什麼拿借據 怎樣 什麼借紙巾 什麼時候還 寫清楚幾月幾號 怎樣怎樣 你有試過 什麼 什麼 紙巾 我問 借紙巾 是不是真的會還 有多少人會還 用了別人借一張紙巾 不過我說真的 這些紙巾算是小事 你沒什麼所謂 錢的大數目 說真的 紙巾一兩元 雞 就當不見了也OK 對吧 20年前媽媽臉洗鬼 兩元 有人說 是不是 20年前 差不多 說真的 差不多 我也記得是兩元 差不多 有人說不還錢 問他借器官來用 你做不做得出來 這些 這些神經病的事 我們斯文人就不做了 最好大家自覺 你幫助別人的時候 也希望別人準時幫你 或者怎樣 有人說過半 差不多 兩元過半 有些地方 學校的事多 騙錢 就作你貴一點 差不多 借了錢給上司 怎麼追回你 什麼工 如果你是回銀行的工 你一招出來 他馬上有機會 被人炒魷魚 他又會爬底 你可以告訴 上司的上司 告訴你老闆 通常老闆出面 看你老闆好不好人 如果你老闆出面 他應該馬上爬底 就會還 有時候 你說寫什麼借據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什麼用處 我覺得 除非 我認為 這些法例 只是保護大機構 你借銀行錢 你不還 人家有很多方法去收你 如果借錢給別人 你就很難受 就算是有借據 好像那些借據 我印象中 要有法律效力 又是要有什麼律師 成 你自己寫什麼 你跟朋友說 小明 然後你就寫 小明現在問達叔 借多少 五千元 幾月幾好還 自己簽名 好像那些不肯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即是你告 就算你告小額 什麼錢債處 他就會寫封信 夏小明 你一定要還錢 就是這樣 沒有人會陪你執行 就是這樣 法庭沒了你勝訴 對 他要還 但是他說 我沒有錢 賴皮 那些什麼 那些 賴貓樣子都沒有 沒有錢 立刻按 好像王子華 什麼男女 我一出糧 立刻按 錢去買 你也奈去不可 吹去不可 即是你不能立刻 什麼清巨盤 什麼破產 沒有這些 我印象中是沒有 或者有你也搞很久 也不是我們的小市民 嘩很厲害 一直扭下去 總之是這樣 很複雜 嘩 其實學校也有很多這些 借不借錢 如果你要說 很多 例如說 什麼 班會旅行 有時候不知道 其實吃飯也已經有很多 什麼唱卡 什麼舞 這次先幫我付錢 我小時候就去網吧 當然有些人沒有錢 沒有錢 你可能幫他付一兩次 也有很多 或者買生的禮物給某個朋友 當然他又沒有 你幫他合不合的時候 他又不太 不太橫 側側博 不多角 這些有很多 上學也有 其實你借不借錢 你小時候又中學 應該中學比較多 小學就少 又中柱 會不會這麼欺騙啊 大哥 神經病 波子有結界 設定了機械控制器 還是怎樣 好 好 小心啊 不會對面一個反擊進去 幸好 啊 啊 有人問你借歪 沒有還 不該借借 之後沒有還 怎樣 你就把他拍回 你要還 你很簡單 你要收回 有多難 對吧 你借一借 最多浪費你 多少 不知道什麼 卡路里 嘩 怎麼搞錯啊 這樣又有 對吧 你沒有什麼大損失 問題是你賺錢 你被人買電視 說 大哥 你想一部電視多錢 還有好牌子 我沒有記錯 是LG 因為他還好 那時候還好傻 還問我 我買了那部電視 還不懂教台 還要 還在他問我 怎樣教台 我 他們問我怎樣教台 我現在很傷害 看不到電視的,牙咬出血碎了 乾到爆肚血出 聽起來很火 所謂大家,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好像真屍一樣,借錢沒有什麼好下場 最後是不單好死,而且那個人終於不還錢 真屍,他死後也沒有太好提醒真屍 爆肌的時候,跟阿錦山打也沒有回憶 一幕是抱著真屍,真屍死 早就拋住老爺,吃屎,債主 說你死了更開心,風流快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新聞說什麼呢 說馬會,馬會很神經 沙田馬場 大家知不知道近日被發現 沙田馬場有市民 沙田住的市民 神經病 沙田住的市民發現馬場 天台有潛建 不知是建了一間小屋子還是什麼 有市民投訴 即是 跟馬會投訴 喂,你僭建 那你猜馬會說什麼 馬會是刺罵近 馬會就說什麼 馬會一開始就跟市民說什麼 不是啊,沒有僭建 我們已經獲發什麼屋宇署批准 還是怎樣 接著呢 那個市民不信 好像就去找屋宇署投訴 屋宇署投訴 屋宇署要處理 因為有人投訴 政府部門 如果你都不處理 肯定會被人罵 即是說你搞錯 怎麼做 怎麼做 即是官商勾結 還是怎樣 屋宇署就拿正來做 就去調查 一查之後就發現 真的僭建 屋宇署就不知 弄一封什麼警告信 唉 好像不是叫警告信 叫勸如信 就很白癡 什麼為之勸如信呢 就是 乖啦 好賊了 就是叫勸 什麼為之警告信呢 就是我們上班 遲到人家弄那些 什麼員工警告你 什麼你已經遲到幾多次 遲到再遲到 就有機會 什麼解僱 或者怎樣怎樣 這些就叫 入啦 又要撞處才入 你看 神經病 我們是有結界 還是什麼 然後 屋宇署不知 為什麼不是做警告信 而是做勸如信 就勸他去拆 沒有任何阻壓力 道指寫說 什麼 沒事 可以不理 也沒有什麼 刑罰 他不會說警告你 什麼為之警告信 就是 六個月內 現在給你時間 馬上刷 否則 罰你錢 要是這樣 或者告你 很簡單就是這些 他說不是勸如信 就是勸你 乖啦 乖啦 那 阿威就繼續不理 然後 後來 市民 搞錯了 可能生氣 又再 去找區議員 找區議員 區議員 再幫市民投訴 那 他終於 就是 區議員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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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進 馬匯 現在 說 承諾 會跟進 但是 現在 不能拆 現在不能拆 因為 牽涉 什麼 冷氣 什麼 什麼 有些藉口 就不可以貿然拆 就是這樣 然後 不知道要時間 還是怎樣 但是好像還未 現在 總之 屋女處還未暫時有一個警告 總之 就是 唯一做過的事情 就是 寄了一封 圈 圈 政府就是這樣 就是 你對著那些 那些 會很搖 第二大企業 就是 搖 車子 不知道害怕什麼 政府就是為大企業服務 不用指望 會幫到你什麼 所以 為什麼我平時經常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用到政府就最好 你是最舒服 他每天搞的事情都是 壞 他平時就是 因為他每個政策都是為大企業服務 他平時不搞 已經是幫到手 我認為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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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什麼 潛建 潛建 有很多 不知道 很多 香港好像很多人都潛建 除非你住的那些公屋 我肯定沒有潛建 唐樓 那些什麼村屋 那些全部都有潛建 好 好 有人說馬會的工作不好做 我不知道 還沒做過馬會 有很多 以前的同學們都喜歡做 什麼馬會 什麼頭柱 什麼按計算機 什麼 你要買多少 什麼三穿一 什麼什麼 那些 有些朋友做 你們有沒有潛建 潛建 潛建 通常有些人會說 女生多 因為我們市民 很少 你要潛建 都要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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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否找些 裝修佬和你搞 不知道 都要付一堆錢 我想都不是那些 便宜的 又說再吵 不用至於中六合彩 一向都中不了 吵不吵 我都沒有機會中 還沒見 中了 一早就 肯定 我又不需要 舒服很多 不上班 打擾 中了 吃吃吃吃 有空去一下旅行 梳干 買幾個房子 收租 如果不吵 中六合彩 就好 有這麼好 就不吵 每人中一次 多和味 好 有人說做馬會 幫客人下錯盤 輸了10萬 會怎樣 我印象中是沒有 因為他們會錄音 如果客人說 神經病 你當 早前不是德國對意大利有儀賽 我明明買德國 你給我買意大利 你剩下了 他會聽回錄音 因為怕口同被爭 如果證實是那個人下錯 好像馬會 是要賠 正常 我不知道 這是我印象中 這樣 員工就不用幫人頂 勞工法例 最多賠 不知三百元 大不了 我辭職 我人夠辭職 那你就不要做 又不是說什麼好工 什麼 part time 對不對 對 好 小心 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什麼 建立地牢 算不算是潛建 也算是潛建 神經病 什麼為之潛建 就是原本的建築 沒有 因為那些 你起動樓架設 你要地政處批閱過 原本的圖側沒有的話 你再加進去就好像是潛建 是不是 之前不知道哪個官 不記得哪個 就是開了地牢 是不行的 你會影響地基的 那些 哪個官 我不記得 有沒有人有印象 好像是唐唐 唐英年 我不記得 先戴頭盔 我不肯定 然後他就說要立即拆 還是怎樣 好像是 好 還有一則新聞 是說特首 特首呢 什麼 西九 我先戴頭盔 這個我也是看新聞說的 不知道特首呢 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這則新聞 不知道別人貼給我 就說 不知道在西九龍 什麼 海濱長狼 那裡 就不知道 什麼放狗 那隻狗呢 就是狗 人有三級 這樣 接著呢 特首就說 把那隻狗 就不知道帶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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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 沒有清理 之後就走了 有些人就說 哇 搞錯啊 那是不是要罰他 什麼 現在是多少 一千五 即是要隨地便匿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 那些 那就 唉呀 那他就說 好像是有什麼 用水沖一沖 他就說 他就說 當時 那隻狗阿元 這些都是上網聽 就是 本人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我也是照讀的 我也是照樣 分享網上 戰文 那樣 這些人說 沒有拍下 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 大家是真還是假 就不知道 接著他就說 用水沖一下 那就算了 就說 什麼 不好 他說正常 就是 每個狗主 應該是要撿起 拿報紙 最常是這樣 你在街邊 公園 就是我們 私人 會拿報紙 夾起 米田共 丟進垃圾桶 或者 又夾還是怎樣 用膠袋 進去 就是正常 所謂的清理 就是這樣 很漂亮 83分鐘 就說 他說 他說 就這樣 就這樣 叫他助手 就這樣 拿水沖一下 就不太好 就說 這些 不是很有功德心 什麼 什麼 有些人說 西九 其實有些寵物 糞便收集商 就是海濱長狼 要外戶 就是 那裡不是不可以放狗 但是 就是要做這些措施 這樣 對吧 好 我告訴你 其實不應該用碎 你濕了 更碎 用碎 大佬 你乾身 你用 容易剷走 你濕了 還會麻煩 一批東西 說真的 還難搞 對吧 好 小心 不是吧 幸好 就是這樣 西九長狼 你們有多少人會去 西九長狼 你們有多少人會去 是很... 好像是什麼 都要走一段路 在九龍站 都不是 我覺得都不是很... 九龍就是那些什麼 圓方 那些高級 高級住宅區 都不是 那個西九龍長狼 正常都不是讓我們小市民去 就是讓那些豪宅附近的人去 最方便 所以我們還是沒有什麼享受 你家裡樓下公園仔 就逼了 神經病 又小 要放狗 又不可能 又不准帶狗 香港那些什麼狗公園 很少 很多 很多規矩 也是 那些公園也是 樓下的公園 連那些什麼 康樂措施 極少 雪滑梯 那些 沒有什麼 都很... 很差 辛苦了 是時候先轉個遊戲 剛剛說西九被拿破崙住 為什麼 那些有什麼海船門 附近 所以就叫什麼被拿破崙住 勝於賽斯4 如果贏了的話 是可以升班的 是沒有問題的 3、4、1、12是可以 有20分 贏三場都OK 要三場的座底 好像 這幅圖是由 CMV姐兄弟所畫的 人中之龍 就說 完了 繼續 大家還要找一下他們 希望下集 不知道 人中錄 好像今年年尾出 不過我覺得 我有試過 看過一些 demo的影片 我覺得打架好像是一般 我現在的打架更好 新的那集 新的那集 不知道怎樣 只按一按鈕 你玩一下就知道 聽聽聽聽轉個遊戲 先 快點 先說 一聲 好 一聲 一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